在酌西湘有一位29岁的成姓男子 日前上山打猎 一夜未归 8月10号的清晨5点33分左右 被人发现倒卧在山区的产业道路上 明显死亡 下得报警处理 而经过了警方初步的调查 城南脖子上有枪伤 疑似骑机车把猎枪放在机车的脚踏板上 枪管朝上不慎走火 群岸目前已经有检方深入的调查当中 一名男子倒卧在地上已经明显死亡 警方在一旁拉起封锁线进行搜证 这起事件发生在8月10号清晨5点左右 幻灵县的浊西湘浊西村一条产业道路上 这名男子被自己的赎工发现 倒在路边的草丛 已经明显死亡 手上还握着一支猎枪 地上还有散落的多枚子弹 被民众行进浊西湘浊西村的 产业道路上 发现死者跟机车倒卧在产业道路中 那本分级人员破曝之后 到达现场 那死者已经细节身亡 经初步勘验现场 发现还有一把自制片箱 经本分局汇董警察局 见识人员 来进行现场初步勘验 那发现死者右颈部 有枪伤 而且有明显的火药残经 原判死者 疑似骑乘机车 将猎枪 自放在机车脚踏板上 那枪管架在右肩 或者是 右手走的内侧 而不慎走火手指 警方目前出步调查 死者是住在 浊西村的29岁男子 脖子上有枪伤 疑似骑机车 把猎枪放在机车踏板上 枪管朝上 不慎走火 警察局见识科到现场 初步检视勘验 研判死者疑似打完猎 之后骑机车将猎枪 放在机车的脚踏板上 枪管不但朝上 为了固定更是拖在肩膀 以及手肘内侧 路面血迹斑斑 全案带地检署检察官 会同法医进行刑事相验 以厘清 诚信男子死因 剧结果双双周西乡 下方报道